月记 我们这些孩子 什么都觉得新鲜 又常常 什么都觉得不满足 中秋的夜里 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 好久 却不见出来 便坐回中堂里 放了竹窗帘 闷着 缠着奶奶说故事 奶奶是会说故事的 说了一个 我们还要她再说一个 奶奶突然说 月亮进来了 我们看时 那竹窗帘里 果然有了月亮 款款地 敲眉声地溜进来 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 原来月亮 是长了腿的 爬着那竹帘阁 先是一个白道 再是半圆 渐渐地爬得高了 穿衣镜上的圆 便满盈了 我们都高兴起来 又都屏住气 生怕 那是个陈影变的 会一口气吹跑了呢 月亮还在竹帘上爬 那满园 却慢慢又亏了 末了 便全没了踪迹 只留下一个空静 一个失望 奶奶说 她走了 她是匆匆的 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我们都跑了出来 她果然就在院子里 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 满院子的白光是郁郁的 银银的 灯光也没有这般亮的 院子的中央处 是那棵粗粗的桂树 树树的枝 树树的叶 桂花还没有开 却有了雷雷的孤堆了 我们都走进去 不知道那个满园去哪儿了 却疑心 这孤堆是繁星变的 抬头看着天空 星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 月亮正在头顶 明显大多了 也圆多了 清清兮兮 看见里边有个什么东西 奶奶 那月上是什么呢 我问 是树 孩子 奶奶说 什么树呢 桂树 我们都面面相去了 疏忽间 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 就在我们身后鸟鸟 到了头发梢上 添了一种淡淡的 痒痒的感觉 似乎我们已在月里了 那月桂 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颗了 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傻孩子 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水 我们都吃惊了 嫦娥 奶奶说 嫦娥是谁 一个女子 哦 一个女子 我想 月亮里 地 该是银铺的 墙 该是玉器的 那么好个地方 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 有三妹漂亮吗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三妹就乐了 啊 啊 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三妹 是我们中最漂亮的 我们都羡慕起来 望着她的狂样 心里却有了一丝忌妒 我们便争执起来 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 奶奶说 月亮是每个人的 她并没走 你们去找她吧 我们越发觉得奇了 便在院里找起来 妙极了 她真没有走掉 我们很快 就在葡萄叶上 瓷花盆上 爷爷的仙日上 找到了 我们来了兴趣 竟寻出院门 院门外是一条小河 河水细细的 却漫着一大片的净纱 全眉白日那么的粗糙 灿烂的闪着荧光 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 弟弟刚站到河的上弯 就大呼小叫 月亮在这儿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晚喊道 月亮在这儿 我两处去看了 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 沿着河边跑 哪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了 我们都看向天上 我突然又在 弟弟妹妹的眼睛里 看见了小小的月亮 我想 我的眼睛里 也一定是会有的 哦 月亮 竟是这么多 只要你愿意 它就有了力 我们坐在沙滩上 居着沙 瞧那光辉 正像奶奶说的那样 它是属于我们的 每个人的 我们又仰起头来 看那天上的月亮 月亮白光光的 在天空上 我突然觉得 我们有了月亮 那无边无际的天空 也是我们的了